新逢阿弥陀佛善行 增上一百倍之殊胜日 生命电视台台长海淘法师 于2011年9月12日 于新竹港南风景区 举办点灯、放声、要供 即慈悲诗时法会 以让当日与会的菩萨们 皆能增上善行功德 并以此回向 树正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在当天法会开始之前 有的菩萨正忙着 田庄供师所要用的服务 也有的师兄师姐于户外持乡 招请各自的历代先祖 父母、师长等同父法会 还有的菩萨则在佛塔前贡献香花 以累积福会资粮 会场内与会大众专心领听师父开示 师父一句一句苦口薄心的开示 无非就是希望大众 能够多多熏习慈悲心 增长菩提心 进而积极地利益一切如母有情 在佛教被讲过 是月光天造佛塔的神堂 就是要使国旁边的月光天造佛塔 那站在道教 是台地娘娘的神堂 但是八月十五农民为什么要最拖地呢 因为我们八月十五也叫秋收 秋天开始了 然后呢感谢土地神 所以八月十五很重要 国家人组织各位没有看过 这位张福德出生环境很好 那三十六岁就做大官 地方上有种税官 回头来收税金 但是他一点都没有做官的样子 老百姓种田 那是没办法缴税金 他自己还会垫钱 那是想去办法帮助港版他收货 所以老百姓很感谢他 他活到一百零四岁 所以那个时候老百姓非常怀念他 就用四块石头盖一个小小的来祭拜 下午与会的菩萨则继续修食诗诗语轨 愿养仗如来之加持力 出生无量饮食 种种资具 普利一切恶鬼友情 令其皆能早脱苦伦 树生净土 而在会中 也有许多菩萨朝向当日所要放生的雾名 喷洒甘露 以愿一切傍生友情 都能免遭割结之苦 勇托三徒得善人生 当天法会的晚霞美丽鲜红 在法会最后 慈悲的海涛师父并继续带领与会的菩萨们广坐回向 而法会当日又恰逢中秋佳节 一轮满月挂在夜空 也恰好为法会画下一个圆满的句点 生命电视 新竹综合报道 新竹综合 优优独 Shirley